好我们要带你来关心在立法院最新状况 现在修正选罢法成为朝野攻防的新战场 而就在金龙市长谢国良 现在罢免案进行的如火如荼之际 国民党团这边是提案要来提高罢免门槛 而今天内政委员会这边是召开了公厅会 专家学者也都到场 而国民党团的总招傅坤奇也特地到场来关心 我们来看一下稍早状况 全世界的这个罢免的门槛 包括国会议员跟国家的元首都是50% 那台湾是一个40%当选的总统 却是要50%才能罢免 那60%当选的立委25%就能罢免 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到底是民主失能 还是说今天民进党执政 就可以不断的来累积报复性的罢免 让国内的政局摇揽不安 我想任何事情都可以讨论 今天立法院大家一起集思广益 我想只要对国家好的事情都是良善的事情 我们愿意大家一起共同讨论 国民党没有既定的立场 我觉得门槛其实事实上是可以讨论的 那你如果问我的话 我觉得罢免的过程里面 有一些制度上的确应该要补强的地方 比如说如果要一口气拉到跟得票数一样高的话 那现实中就不太可能 这个可能要问院长 他比较有经验 好可以看到其实除了专家学者之外 今天包括是被称为罢韩四君子的高雄市议员张柏阳 还有曾经被罢免的立委陈伯伟也都到现场来担任这公听会的讲者 而这个陈伯伟也提到说 他是赞成相关的罢免门槛 应该要进行修正以及补强 不过呢在周四委员会就要进行审查了 传出这个关键一票 民众党的立委蔓玉珍将投下反对票 这也让国民党是锦铃大座 认为说相关的提案有可能会胎死腹中 所以现在传出说赵伟高金素媒 有可能在明天是采取不投票的方式 将案子直接送进院会禁赴二读 也让明天的委员会审查山雨欲来 以上就是我们在立法院掌握到的最新状况 感谢观看